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学习一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Cand if Cand if呢 跟我们以前学的some if 有点类似 不过some if是条件求和 而can if 是条件计数 一个是求和一个是计数 共同的特点 都是有条件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函数 它的参数有哪些 Cand if 有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 区域进行条件 筛选的区域 第二个就是条件 它没有第三个 不像some if 有第三个要求和的区域 Cand if只有两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说明 第一个 条件区域 它是可以使用 引用函数 至于 什么是引用函数 我们后面再说 现在我们就只需要 记住 这个引用 现在就用引用就行 引用一个区域 一个单元格 引用函数我们后面会学 第二个条件区域 可以使用通费数 和我们前面取得 some if 一样 可以使用通费数 也可以使用数 可以数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它 是这个函数的帮助数 会需要计算 其中满足条件的单元格数 单元格区域 就是选择区域 第二个条件可以是数字 哪怕是文本 都可以 好 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求工资大于 两千的人数 有多少个 好 我们先写上这个 看了一 第一个区域 要进行条件判断的区域 由于我们是 要判断工资 大于两千的人数 当然 判断的区域就是 工资的这个区域 好 各号分个开 第二个条件 其实就是这里 大于等于两千 这个时候我们写的表达是 记住 一定要打双一号 英文告词的双一号 大于 并且 有要求等于 刚好两千也可以算 两千 那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确定 看到有三个 是否有三个呢 我们手工看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吧 只有这三个 才是大于等于两千 所以说这个 还是我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问题 工资在 一千五到两千 等数 和我们以前学 some if 也有像类似的一个要求 比方说 求工资在 一千五到两千 之间的总工资 是多少 而这里呢 它不是求的 总工资 是求的人数 有多少个人 是一千五到两千的 这个时候 我们 同样的 把这个写好 还说 还是这个区域 条件 大于 等于 1500 为了是按了F1 好 有四个 大于等于一千五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对吧 然后 大于两千的 大于两千 记住 工资在 一千五到两千 这个两千 是说的两千以上 不包括两千 所以 为了我们再减去 为了方便起见 我就复制了 只需要改下 两千 这个值 就可以了 两个 对吧 所以最后的条件是二 一千五到两千 那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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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应该是 一千五到两千 应该是这么算 两千八按针类 一个 两个 而一千二 一千 都 比一千五小了 而三千五这些呢 二千三 又比两千大 两千 所以最后成立的 只有这两个 那么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 方式 可以解决 这个也是 借鉴了 三十一笔的解决 条件可以写成一个 数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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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对吧 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是 大于 等于 两千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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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 最后的结果 有两个 一个是四 一个是二 大于一千五的 有四个 大于两千的 有两个 出来这一个是一个数据公式 然后我们可以后面乘以一 最后的结果 看到是 四 等负二 对吧 因为四乘以一等四 二乘以负一等负二 然后我们再对他进行求和 最后的结果 就是二 一样 一样 这两个公式 随便你用 只要我们理解 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 可以用通贝符 求出 为张的人数 多少个 就是姓张的 好 这个时候已经是 对姓氏进行统计 所以我应该选姓 这一句 条件是姓张 就是以张字开口 后面是什么 无所谓 那么我们就打 亲号 最后决定四人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四个人 对吧 这就是 CondEase 它的一些基础用法 希望大家掌握 下节课我们继续讲解 关于CondEase的一些事例